以巴冲突越拖越久 但世界各地的挺巴勒斯坦声音没有断 美国纽约再看到游行群众上街头 都是要向拜登政府施压 不过当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再度出访以色列时 说出了挺巴势力不想听到的话 当着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还有防长加兰特的面 奥斯丁再打包票 美国的军援承诺不变 而且力挺以色列的决心同样坚定 这也让哈马斯痛批 美国就是加萨大屠杀的帮凶 哈马斯一位资深官员哈马德 录了五分多钟的影片 痛批美国英国等国家 冷眼看待加萨危机 都应该要为丧命的近一万九千人负责 还呼吁世界各地要继续声援巴勒斯坦 尽管加萨战火还没停歇 但是奥斯丁已经说出 美国想看到的加萨未来 此时重提两国方案 只是现在看来真的是漫漫长路 尤其伊朗撑腰的 叶门胡塞组织还趁机作乱 光是这个周末 就被美军击落14个飞行物体 各国的商船体型吊带 大型商船邮轮都怕一个不小心 就遭殃卷入战火之中 从周末情势恶化以来 四大航运巨头马斯基 赫伯罗德 地中海航运公司 以及达菲航运 都陆续宣布暂停行经 红海航道会绕到好望角而行 各家企业陆续跟进 英国石油暂停所有油轮 行经红海 再加上俄罗斯威胁要减产石油 这让油价硬生大涨 只是这红海航道 可说是全球海运枢纽 少了这条捷径 就怕上演疫情后的缺料塞港恶梦 如果以要从欧洲开往亚洲的货轮为例 各家选的替代航线 多半是绕到南非好望角 CN也预估最起码会晚一个礼拜抵达 夜门之前就曾扣留了一艘日本货船 尽管后来证明和以色列没什么关系 但是至今都未被释放 这也让各国得想办法 美国发动说要组多国海军船队 负责巡守雅丁湾 红海以及曼德海峡的安全 就是担心尾巴局势 会进一步冲击全球供应链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